網路這個問題 回答一下 就是說這個 這個部分 這當然是人在吃 我剛才也知道這個人在吃 但是這個東西 你如果是適當的 這個使用的時候 也沒有關係 就是說 這個 我們可以 去做一個 這個油 都是合法用藥 就是說因為做過的試驗 不是什麼違規的這個用藥 但是當然你隨爭隨吃是不好 我們還是可以 適當安全採收機 比如說 洗澡洗澡的時候 我們用一些貝丹 類似像這種的東西 然後我們比較長起來 我們就不去用 比如說 義達鞍 或秘密産賽斯安 這都差不多是6天的 這種安全採收期 所以轉了一禮拜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像這個蒂魅靈 蒂魅靈 蒂魅靈這種 這大致上蒂魅靈 大概就7天 所以這當然 都是總是農藥 可能很好聽聽到農藥 這兩天就 頭髮髮髮 有很多人說 好 我要去吃 吃到 我的肌肉 這樣 這比GC Mars 更厲害 這有時候 也是有一點點 超強的能力 但是這種超強能力 也沒有 我們不可以說白人 沒有 所以有時候這個東西 確實也沒有那麼可怕 所以大家 對人體有害 這有害沒有害 就跟你 攝取量有關 譬如說 你吃很多 譬如說 你一次吃兩棟的 這個 韓子餃子 這樣可能不行 因為你用這個阿爸丁 還是說你用這個白丹 我們在說 你用白丹 我們一個 去轉過 然後 過六天之後 你拿來 你可能吃到要出台 可能要吃到兩棟 兩棟 可能人就站不住了 但是 可能吃到兩棟 兩公斤 我看就很困難 所以基本上這個量 如果是說安全 我們只要安全 雖然雖然 你能夠洗一下 其實我們真的 攝取 人體的量 都是一個叫做 衡量 痕 痕跡的痕 其實很多 那個量 真的 沒有那麼恐怖 當然有的人 說 有一種講法 這其實也是很有道理 但是聽起來很有道理 事實上 這是沒辦法去 沒辦法去驗證 他說 不過我每天在吃菜 吃那麼多農藥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用多少農藥 其實我們台灣用很多農藥 都用在什麼地方 殺草桌 殺草桌的量 我們用很多 比如說有很多這個地方 你這個白水膏 還是說像這個水準 這個我們用很多 這個殺草桌 這個量 都沒有去 都藏在我們的農藥裡 所以有時候在看統計數字 的時候 不要被 收藥 不會失去 所以當然 這個油是不能吃的 但是 傳染過之後 你如果很適合 這個安全 再收藥 進去洗洗 甚至切也不要緊 但是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真的沒有那麼可怕 所以這 你說是不是有害 無害 我只能跟你說 可以跟你說 在這個 合理的攝取量 你說這合理的這個量 其實是 沒辦法證明有害 我沒有辦法證明 他是有害的 這樣 所以你跟我說 你要證明 你要證明 沒辦法證明 我可以跟你說 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沒辦法證明 他有害 就只有 只能這樣子去講 你說 但是你們做這樣 時間做不到 因為我們人生 不可能做那麼多工作 所以沒辦法去證明 所以我說這樣就是不是 就怎樣有害 因為我們人生命這麼長 現在平均八十幾歲 男生七十幾歲 要八十歲 男生七十幾歲 要八十幾 那 尿漆比較多久的解決時間 我們用尿漆來做汽鹽 這樣是不是 就不準了 有可能 但是你有可能 抓人來做汽鹽 誰人不 就不是加拿大 那個發學家 每天在喝DT 那個 他後來有怎樣 也沒有怎樣 所以有時候這個也是 所以 當然 你如果說這個東西 你認為不想用 不想用最好 因為自己要做 做的事情 我就不用水 我就給糖加 我就甘願 糖吃春的我才會吃好 那是這樣也沒有關係 你用這個非洛蒙的 這個誘引劑 補蟲燈 這個是有效的 你如果說這個放線菌 放線菌對這些葉稻蟲 對這些金花蟲 一點效果都沒有 枯燥感菌 更不用說 這種完全是沒有效果 那就是 基本就是不用去考慮 當然你如果比較沒有 不然你就用蘇利菌 蘇利菌 可能對這個葉稻蟲 多少有效 但是你可能要用 用針的沒有效 因為你針的針不會對 所以通常我們用這個 蟲蟲蟲 這個葉稻蟲 會去吃這個米香 他喜歡吃那個東西 他吃下去就會死 但是那也要小吃 大吃就不太好 所以 枯燥感菌 放線菌 對這個糖都沒有效 你如果要用 要用這個蟲蟲蟲 這個蟲蟲 要去哪裡買 這葉稻蟲蟲 因為這種東西真的不好買 浪費稍微問一下 尤其水拿浪費 他們在做這種東西 稍微問一下 或許還有機會 因為 這個 這個老蟲的部分 應該是有辦法買 這附近農藥店 稍微問一下 可以用這種 幼殺劑來試試試看 這苦澱油噴底 菜蟲蟲管頂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是苦澱油 你說 不然沒有毒 我不敢跟你說 你整個冬喝下去 絕對是很吃辣的 也是會肚子痛 可能不會怎麼樣 但是可能 對我們來說 這個也是不好 所以他也不是沒有毒 你如果多喝一些 也是不好 所以這種 這可以噴底 菜蟲蟲管頂 自然的東西 我們可能 剛才說 會讓我們稍微 放心一點點 因為他在台主人裡面 被破壞掉的速度 也很快 但是你也不能說 自然這個東西 就容易破壞掉 例如說 像我們 在用的一支農藥 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知道 很毒 集劇毒 很毒 但是他三天 他的安全採收期 只有三天而已 雖然抓下去 他會去 然後過去 對吧 所以 有時候這種是分解 有關 就是說他的半衰期 如果在葉菜類 我們用苦戀油 這是可以 但是苦戀油 對這些 變成金花蟲 葉稻蟲 那也不合 也怕他走不走 他根本不在心境 但是對牙蟲 對這個分散 對這個 紅利爐 這種的 油漬 多少有一點效果 這提供你做參考 這有時候 這些東西 農業 走到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認知上的這個問題 有機農業就是一個認知 當然 我們如果對到農業 我們可以去 這個確實是一個 我真的是 有一個認知上的這個問題 好朋友 先做一個了解 大概是這樣 提供你做參考 那天 題外話 這段 聽聽就好